大家还记得臭宝寄过来的檀花吗 就是来的时候张牙舞爪 它现在呢是给它修剪了 修剪之后你看这 能看到这个位置吗 我这个中指这里 看到没有 又在长这种小牙子 看到没有这里 露手指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几个比较明显 这还不是最惊喜的 最惊喜的是我们牵插的这几个 看到吗 全部活了 全部都活了 其实檀花呢是很好养的 像这种肉质的东西 你比方说蟹软篮呀 长树花呀 檀花呀 仙人掌 龙骨 仙人球 你都可以去用泥炭土的 有的花肉总是反对一眼 说泥炭土养不活 这得那那 你看这个龙骨 还有一个呢 我这个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有的话说很难养 你看 我就基本上是直接就放到上面 这个呢是稍微埋进去 用泥炭土不能养多肉吗 不能养这些东西吗 是可以养的 这个呢用到的就是老花鸡的通用配方土了 好吧 这个呢我就直接用 用这种行动给大家证明什么呢 这个东西很好养 浇水的时候 一定要浇 不是说不让你浇 你多浇点水没事 排水一定要做好 你就以这个谈花为例 咱们这个水是不是很多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吧 它为什么没有问题 因为它这个 出气啊 它不会凹根啊 通风垢啊 这是去年花肉寄过来的 寄过来的时候 有这么大一粉 现在粉出来好多些水 那句话 泥炭土呢 比如说不能用 是完全OK 完全可以用的 长得也会很好 这个是6月8号花友寄过来的桌上蓬 也是用的老花鸡的通用配方土 你看 这根系长得霸气吧 三颗啊 有两颗长根了 就这一颗还没长根了 昨天我刚打开看 这个还没长根 这个也长根了 这个也活了 你打开看看 厉害吧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小芦荟也活了 估计还没长根了 不过长得比较慢 这几个大老刀同样 老花鸡的通用配方土 一袋是5斤 大概有12升 用到的呢 就是进口的纯泥炭 去参办好 给大家直接参办好 直接用就行了 没有参木纤维 也没有参松针和叶康 好吧 数量不多了 本身要打算涨钱呢 不过就不涨了 还是29块 有5斤 你还如果说你用纯颗粒 有人说用纯颗粒养多肉 用纯颗粒养 它不如用泥炭土养的好呢 所以呢在这里呢 也等于是强行的 打了一波广告 你要是正儿八经的用途啊 赶一份好土会很省心 老花鸡的通用配方土 给它放到下方小王转了 好了 这不错 记得点个赞 老花鸡 两个最转一 来 好 大家 新闻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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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